一块飘在水上的浮游将水中的鸭子全数吞噬其中 而此时岸边来了几个年轻人 他们毫不知情地走入水中 一顿大餐即将开吃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 木筏 两男两女一起外出 他们驾驶汽车来到一片无人知晓的湖边 几人十分兴奋 跳入水中开始游泳 尽管这个季节温度还不算暖和 但依旧没有减弱他们的热情 湖中央有一块木筏 他们比赛谁先游到那里 游着游着小白发现不对劲 他看到一只鸭子在水面上挣扎着 原来他被一块浮游给缠住了 就是因为这一分神大块头比他先游到了木筏上 他催促后面几人快一点 小白第二个到达了木筏 但他的注意力完全被那块浮游吸引了 他注意到此时四周已经逐渐安静了下来 刚刚还在周围的几只鸭子 此时已经全部被浮游吞噬 而更糟糕的是 浮游吞完鸭子后 竟然开始朝他们飘过来 见状他赶紧呼唤后面的两个女生 让他们游快一点 忧郁女很快到达了 最后只剩下红衣女还在水中 在浮游到达的前一刻 他也成功地上了木筏 而这时 他们的木筏被浮游彻底围住了 小白担心地告诉几人 要小心浮游 可其他人并不当回事 忧郁女更是作死地对浮游产生了兴趣 他将手伸下去触碰浮游 小白大叫小心 可话音未落 忧郁女的手就被浮游缠住 紧接着更多的浮游蹦出缠住他 忧郁女回头呼救 可小白还没抓住他 忧郁女就掉进了湖里 他被浮游彻底包裹住 很快就失去了性命 眼见惨剧发生 大快头和红衣女终于意识到了浮游的可怕 几人瞬间慌作一团 大快头建议游回去 但被小白否决了 浮游的速度很快 他们游不过他 于是几人决定等温度上升 让浮游自己离开 等了一会儿 浮游不仅没有离开 反而钻到了木筏下面 大快头决定试着游回去 可此时 他突然痛苦地叫了起来 原来浮游从木筏下面的缝隙钻了出来 他缠住大快头的脚 硬生生地将它从缝隙拉了下去 吞完大快头的浮游还不满足 想从缝隙继续攻击小白两人 小白将脚踩在木板上 尽量不挨着缝隙 浮游没有得逞 又开始在木筏周围飘荡 将两人困在木筏上 很快天暗了下来 他们的衣服都在暗上 两人冷得瑟瑟发抖 为了保持体力 他们决定轮流守夜 终于天亮了 可他们还是没有等到希望 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恐怕很难等到人来救他们 就在这时 沉睡中的红衣女被痛醒 原来浮游从缝隙中缠住了她 小白健壮 趁浮游吞噬红衣女的时间 立即跳进湖中 奋力向游上岸 此时浮游吞完了红衣女 追了上来 小白使劲向岸边游去 在被浮游追上的前一秒 她终于游到了岸边 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她的头 小白没有远离岸边 而是朝浮游示威地说 她赢了 谁知下一秒 浮游一跃而起 将小白卷入了湖中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鬼作秀2》 是很多小伙伴的童年阴影之一 浮游杀人这样的设定 让观众眼前一亮 即使没有炫酷的特效 也足够让人看完之后 感到胆战心惊 同时故事也引人深思 很多时候 我们为了成功 会牺牲掉一些东西 但就在我们距离胜利 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也千万不能大意 因为一旦你开始得意忘形 你就危险了 就像片中的小白 如果上岸之后 她不是在岸边耀武扬威 而是朝着汽车跑去 那她才是真正的打败了浮游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